玩散步及自行车的微旅行路线 一推出便进入销售排行榜 特别举办庆功签票签书会 感谢粉丝支持 是 非常谢谢大家 就是这一次的书 就是大家非常喜欢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是 很开心 非常开心的可以能够 跟大家一起分享 就是我这九年在台北的生活 我眼中的 非常有人情味的台北 我好怕现在就让自己停下来 你太好太快让我太依赖 给我时间把心放大开 让生命再转弯 同时叮当也将于11月3度 唱进台北小巨蛋 演唱会的一万张门票 开漫二十分钟 立刻被革命秒杀抢过一空 距离开场只剩下 一个月的时间 叮当你是准备好了吗 准备的非常OK 非常OK 我自己的身体状况也非常好 然后这次的演唱会 就是我会为了这次的小巨蛋 然后服装是重新打造 然后这次的我的舞台呢 会更接近看台区的观众 所以会跟大家更close 演唱会应该都会有嘉宾吧 这次有嘉宾 而且这次的嘉宾非常震撼 然后震撼到大家出来 一定会惊声尖叫 报导 也为大家规划了吃喝玩散步 及自行车的围旅行路线 一推出便进入销售排行榜 特别举办庆功签票签书会 感谢粉丝支持 是非常谢谢大家 就是这一次的书 就是大家非常喜欢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是 很开心 非常开心的 可以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 就是我这整年在台北的生活 我眼中的 非常有人情味的台北 我好怕现在就让自己停下来 你太好太快让我太依赖 给我时间把心放大开 让生命再转弯 同时叮当也将于11月3度 唱进台北小巨蛋 演唱会的1万张门票 开慢20分钟 立刻被革命秒杀 抢过一空 距离开场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 叮当你是准备好了吗 准备得非常OK 就非常OK 我自己的身体状况也非常好 然后这次的演唱会 就是我会为了这次的小巨蛋 然后服装是重新打造 然后这次的我的舞台呢 会更接近看台区的观众 所以会跟大家更close 演唱会应该都会有嘉宾吧 这次有嘉宾 而且这次的嘉宾非常震撼 然后震撼到大家出来 一定会惊声尖叫 报导 报导